万众瞩目的斯诺克德国 大师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 现如今进行的是资格赛的比赛 中国一哥丁俊辉资格赛首轮5比1击败乔丹布朗 资格赛第二轮4比5输给45岁老将马修史蒂文斯 丁俊辉资格赛出局让很多球迷意外 反观中国斯诺克新兴范争一表现很出色 5比2击败世界冠军肖恩莫菲拿到正资格 德国大师赛资格赛阶段采用9局5胜制 短局至存在暴冷的可能性 再加上德国大师赛的含金量并不算高 因为冠军得主只有8万英镑的奖励 很多英伦三岛的球员都智慧型放弃了比赛 很多种子球员暴冷出局 很多球迷都认为利好中国斯诺克球员夺冠 赛前很多球迷认为丁俊辉冲击第15冠有戏 因为丁俊辉英锦赛打入决赛状态可以说很不错 可惜的是资格赛输给45岁老家 对丁俊辉来说错失了好局 丁俊辉现如今35岁世界排名第19位 反观对手45岁世界排名第49位 两个人以往交手的胜率来看 丁俊辉9胜两副占据绝对优势 比赛一开始丁俊辉进入状态很快 首局轰出单杆62分占得先机 第二局两个人都出现了一些失误 马修史蒂文斯把握住了机会 零敲碎打以63比13赢下此局 第三局开打马修史蒂文斯状态火热 轰出单杆74分赢下此局反观丁俊辉状态不佳 长台准度极差给了对手上手的机会 第四局开打丁俊辉在防守和走位上面出现偏差 给了马修史蒂文斯上手的机会 对手轰出单杆66分 丁俊辉想要做斯诺克和对手周旋 无奈还是输掉了此局 此时丁俊辉1比3落后 接下来第五局开打丁俊辉及时调整状态有所回暖 但是马修史蒂文斯很明显 状态更好再次轰出单杆57分 以73比11赢下此局并且率先拿到赛点 来到悬崖边上的丁俊辉放手一搏 接连轰出单杆119分 72分59分连赢三局强势扳平比分 可惜的是决胜局丁俊辉在防守方面再次出现失误 给了对手上手超分的机会 丁俊辉最终4比5输掉了比赛 无缘正赛32强 丁俊辉出局并不奇怪 上一战英锦赛丁俊辉消耗很大 并且德国大师赛正赛要去德国打比赛 像753节现如今都已经出局 现如今丁俊辉出局对中国 斯诺克球员来说并不算是坏事 因为本次德国赛很多球员都表现很不错 比如上赛季击败奥沙利文 拿到排名赛冠军的范征一 本赛季打入冠中冠的四强 现如今来到德国大师赛的 舞台上面表现也非常亮眼 斯格赛首轮范征一对阵杰拉德 格林 在2比3落后的情况下 范征一连赢三局拿下比赛 斯格赛第二轮迎战种子球员肖恩莫菲 范征一打得非常出色 最终5比2淘汰世界冠军晋级正赛 值得一说的是严炳涛 赵新彤等年轻小将也打入正赛 因此有很多球迷认为德国大师赛有可能上演得比战 本次德国大师赛丁俊辉出局 的主要原因是长台不在线 并且比赛打得有些随意给了对手上手的机会 对丁俊辉来说现如今长台的准度下降 在比赛中会打得很被动 再加上现如今丁俊辉打球没有经济压力 丁俊辉眼里不止斯诺克了 大家对丁俊辉也不要过分抢求大家说对吗